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百姓 今天要跟各位做精辟分析的是我們神魔之塔 即將在5月17號禮拜五晚上推出的地獄級關卡的成就龍科 要之砲擊龍影 要之砲擊龍影 光屬性限定 基本上它不限種族 這個部分我覺得就OK 記得龍科在挑選的要訣 這個部分就是很重要的其中一個 要嘛只限屬性 要嘛只限種族 如果右線屬性右線種族的話 這個龍科就有考量說 是不是不需要去取得了 因為條件限制太多也很難組隊 那它光屬性限定而已 第一個部分的話 它對全體的敵人造成12000點無屬性的傷害 不是光屬性 基本上屬性的傷害12000點也無所謂 主要這個技能是拿來當直傷的 所以打隱身的部分算是蠻好用的 第二個部分的話 光屬性的攻擊力加20% 很好 它沒有限種族一樣 是光的成員 因為光限定嘛 光屬性的成員加20%攻擊力 增傷還OK 基本款 第三個是我覺得這次的亮點 最主要的 延遲全體敵人行動一回合 目前來看的話 所有的龍科當中 最受歡迎的是延遲 那官方之前在九封王的時候 推出的延遲龍科 到現在都還很多人都很喜歡用 包括我在內 但是可能會比較OP一點 所以比較OP一點 所以官方在現在在設計的話 大部分都只延遲一回合 不會延遲兩回合 而且這種延遲它有個好處 它不怕那個無視控場的敵人 它是必定延遲 所以你就算無視控場敵人 遇到這顆龍科還是會被延遲 所以這顆龍科對不對 雖然說它沒有像九封龍科那麼OP 可是我個人強烈建議 你還是一定要去刷 一定要刷 為什麼 第一個直傷 第二個延遲 直傷加延遲 這個破隱身 這個又可以把敵人延遲一回合 如果你遇到隱身盾的敵人 可以打 然後延遲的話是所有敵人幾乎都可以打 沒有問題 所以這顆龍科的話 我認為就算吃石頭也要去取得 五顆內拿到都沒有問題 不曉得這次那個 聖鬥之星矢的第一集關卡到底有多難 這個到時候 第一集關卡開放的時候 也會幫大家做教學 教大家如何攻略 OK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這個 藥之砲擊龍印的精疲分析 我是平百姓 我們下次見 掰掰